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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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去做的哈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先来说一下 像对于服装类账号来说 它肯定属于是个电商账号 对不对 那么像服装类的账号 那么我们在基于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先做账号 咱们要先去做内容 而不是说一上来就直播 是不是 这个肯定都是 咱们都是知道的 所以的话你就要搞清楚啊 那咱们做服装类账号 那咱们做服装类账号 我们该发布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要发布什么样的内容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哈 呃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自媒体平台 我们要做垂直定位 对不对 你的内容要垂直 官方才能给你 匹配到更精准的一个流量 所以咱们先来说一下 第一个啊 什么类目的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教学类的啊 从内容定位上面来说呢 就是教学类的了 那像教学类种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什么 最爱的四种衬衫穿法 包括一个节 总该学会了吧 哎 第三视角包交包会 最简单的小丝巾技法 什么书头瞬间长高五厘米 你们要的圣诞搭配 啊 他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在干嘛 其实呢 全部都是在去 哎 像我们去 呃 去进行什么 类似于像知识分享一样 对吧 但他呢 属于是我们的什么 服装教学啊 美妆穿搭时尚这一块的 那他的话 核心内容 哎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这种 呃 上镜比较好看的 一些小姐姐们呀 身材好的 然后加上我们有一些 每体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小技巧 一个小知识 然后我们进行分享 再加上内容时机啊 哎 比较好 我们当季去做当季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哎 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会出现那个效果比较好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就是 日常类的 那咱们可以通过老师给大家截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尘研啊 你看他的点赞都是比较高的 而且他的视频呢 也都是就很随意的 就就跟那种 你正常在街上走路一样 然后他给你他给你拍下来了 但是呢 他这其实他是展示他的服装 他展示的是他的服装 所以你看这地方呢 就很自然啊 就所以他的话 就是通过我们上日常生活啊 那样的一个分享 然后呢 加上我们去穿上女装啊 然后呢 再加上身材好的女生呢 就可以打造我们这种日常类的服装账号的一个内容定位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日常类的 那么日常类的话呢 就是比较的随性些 就自然亲近生活就好 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账号定位什么 剧情类的 他会给你走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哈 走一些这种剧情的了啊 就是给你这种什么小微电影啦 小剧情啊 给你走一走啊 你会看的就是感觉 嗯 比较的上头啊 但实际上呢 让你看他的剧情不是他最根本的目的 他最根本的目的是啥呀 他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让我们 去他的小黄车里下单 包括他的商品橱窗 你也能够看到 里面都有很多商品的 那这个女主角呢 这个剧里面的人物啊 也是穿着这个衣服的 然后就会去吸引一部分人群 所以这就是剧情类的了 那像这种呢 就像一些 嗯 剧男靓女啊 然后加上剧情演绎啊 包括这个 呃 戴女装的啊 是吧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 变现的一个效果了 那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呃 你像剧情类的 之前我们看过那个 那个是美妆的哈 嗯 它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柚子瓷瓷酱 是吧 它也是这样的形式 通过 哎 我前后的一个对比 然后呢 我穿服装啊 还是说我去化个妆 前后的一个对比差页啊 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啊 让我呢 产生这样购买的一个欲望 这是剧情类的了 接下来说一下对比类的哈 对比类的话 它的核心内容呢 就是咱们现在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走秀的啦 呃 然后呢 变装的 然后通过前后的对比 去给我们呢 看出啊 这个里边的一些 服装上面的一个改变呢 对吧 你像之前我记得 我找一下哈 我看看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花花啊 呃 包括像之前有一个 包括之前有一个什么来着 那个是雨伞变装的 对吧 花花啊 我看看它的这个作品啊 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它们现在的话 有没有改变风格 你看花花家的话 它们就这种服装的店商 然后呢 哎 做的视频 啊 我看现在是以 小一点声啊 太大了 现在是走这个风了啊 之前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它早期的作品 早期不是这样的 这挺难的 好美啊 真的蛮好看的 这个超短圈很适合我 是吗 不行我果断关注了 真的很好看啊 是吧 我很喜欢啊 它们的风格啊 高级 这是之前模仿的那个是吧 它早期视频不知道有没有删啊 它早期做的不是这种风格的 看看这个 它肯定是转变了它的 转变了它的视频拍摄风格 翻到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我看看这种是不是 找个这个吧 都是照片集了 最早的时候 对这种变装的 但它这个没有 之前它做的那个更典型了 你看就是尝试不同的风格啊 看看这个是不是 照片了 是吧 这个就比较典型了 哎呀 它早期的那个 我觉得做的很好啊 估计是 可能是后期做的人太多了 所以说呢 流量就不好了 然后它们就转变了 这个画风了 没有 把之前的给隐藏了 那之前那个的话呢 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哈 这种变装技巧类的 很好看 而且的话呢 这个视觉效果 我觉得也蛮美的 就跟这个差不多 是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属于是对比类的啊 然后包括呢 你想对比的 还有什么呀 像有之前的这个 卡卡宝贝贝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 就是它模仿的一个谁呀 最开始的这个人 叫做胡楚静 他是这个 做变装 就前后反差的 鼻祖 春天的穿搭 怎么能少了我呢 来了 好久没拍了 大家准备啊 3 2 1 停了停了 今天就像吧 不打扮的时候 看不走 打扮完了以后 你心动 爱上我 全包会变空 是吧 前后啊 你就是看到前面 感觉很 很那个素人的样子 然后后边的话呢 通过服装的一个搭配呢 马上呢 就变成了一个潮人啊 很亮眼的 很惊艳的 那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 卡卡宝贝贝 他就模仿他的啊 咱们来看一下 之前不是教你们跪着拍照吗 你们总是说 不会不会 膝盖太痛了 今天教你们个简单的 看好咯 就这样子跪着嘛 然后这腿直就往前伸 然后呢 屁股要翘起来一点 这手往后放 会显得更翘 然后 记得把自己的美貌 挡住 再学会重 对吧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形成这种风格 他的每一条视频呢 都是在下面写着 要把 记得把美貌遮住 每一个视频都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调性 我就觉得非常的 有这个记忆点 是吧 所以他这也是一样的 你就通过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装扮 然后后面变成性感的了 大变身 OK 然后这个说完了 咱们就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搞笑类的 搞笑类的话呢 他就是什么 通过演一段子 并且的话呢 去找一些好看的 小哥哥小姐姐们 是不是 融入到 也跟刚刚那个 日常类有点像 但是他的话呢 是做搞笑风格的剧情 做搞笑风格的剧情 你看里边的话 就什么 南山流小满服装店 他就是什么呀 就是以这里的服装 为出发点 然后去拍摄的 这样的剧情 就肯定还是要 围绕你的产品的嘛 你就是说 一定要跟你定位 不要跑偏了 就对了 还有下一个 街拍类的啊 这个街拍类的呢 也是比较多的 那他的话 就是一些俊男靓女 然后走路啊 服装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这样的形式 去展示美貌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就是成都啊 这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地段 春夕路 是吧 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视频下面呢 挂上小黄车之后呢 就会吸引到别人这个 去给你什么呢 去给你这个 问你 小姐姐这个衣服在那买的很好看 是不是 我想要get同款 好 你想get同款之后 他就来了 是吧 他就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像有一些这个 嗯 我来找一下啊 服装对比 嗯 我看一下这个哈 这个可能没有刚 气质是模仿不了的 对 那些同款不同价的衣服 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 同款 不红下 这是类似于做的测评的 大家来猜猜 哪款的价格更高一些呢 效果已经这么明显了 哎哎哎哎哎哎 我这样没有说 肯定是我生产的原因了 无关后 你也知道 原来今天你要这么强大 单看这个波勒领啊 不觉得你像那种商务人士吗 儿拉松的薄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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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都要你包拿咯 总而言之 这款面料后十几题 不软塌 这款面料单薄 这款五百星 P.O 但是这个衣服 只要二十块钱 你真的要求付出一个 太高了 红色是容领一级 救命啊 这个颜色真的是人能上身的吗 这款价格是一百几十二 这款是二十 这款价格上差 还是没有道理的 我感觉一个 一名二吧 你得用 从層形上来说 这个正版的话 是更具有修身效果的 然后机器版没有底衬 但是该说不说 这套颜色虽然灾难 但是挺显白的 看起来像阿玛尼的三木图款色 重点是它应该出现在我的嘴上 是身上 啊 我现在就让它出现在你嘴上 正好我在德物上买的 阿玛尼星古道的 德物上大排口 从丝毫全还保真 现在优惠活动大 其他地方麻烦多了 你上嘴看看 是不是一图 整个脸都摆了两个丝毫 仿佛你这衣服颜色 都不突兀了呢 最后头头吐槽像 这个赠本 就是颜色 是固调 你说不是拿这个玩意做的 我真不信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博主 我很喜欢 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李婉君 在哪里呢 这个博主啊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他的话 做的这个风格啊 也是 看一下他的这个账号啊 就这个 他的视频啊 做的就是服装电商类的啊 然后呢 他的一些作品呢 我看看有一个 比较代表性的啊 随便找一下 这是突出 哎 我们关掉了 突出他衣服的一个细节的 看看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回放 很酷很帅 很有气质 然后还有 这样的 就是很自然的啊 就不说很站在这儿 很做做的 去给你去展示 他的一个产品 美女 美女 他就什么 什么类型 什么风格的啊 他做多少 好沾一眼 开始 头 头 拍 拍 肩 肩 拍 拍 头 拍 肩 拍 头 肩 拍 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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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嘴狠 心不狠 肩会挑我爱听的说 那不行 这咱还是得有点自知名的哈 人家这比较气质 这个就是很郁姐了 很美妙啊 喂 可不老 你爱喜欢的事吗 是吧 这个就很好看啊 这风格的不错 就跟他的风格很像 就都是特别酷的 音乐也很动感 嗯 看下去吧 都穿运动裤 音乐 然后还有这种类型的 这种比较适合 不用看了 不能吧 我觉得这很好啊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 我很喜欢的那个播主 叫屁桃 我觉得他和这个李婉君 他们俩长得很像 家人们是不是上了幼儿园 孩子就会生病的呀 老P这上了一 对是他啊 他也是做的这个 服装店商的 服装类的账号 做的主要就做的是 这种慢动作的 就很帅 所以你看像他这种的话 就属于是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呢 主要是突出产品 对不对 然后呢去进行一个展示 然后还有一些 所谓的刚刚我们看到的 一些街拍的 街拍穿搭 有一些摄影师 就专门做这样的账号 应该就拍路人 然后他也会去挂 这个小黄车 我看看啊 随便找一个 用户 太古里街拍穿搭 这有100多万粉丝 看 这个 有的时候他会和这个 去合作啊 然后呢去挂他的 音词链接 里边的话 就是去拍的一些 比较有特点的哈 这样的一些人的 当然他也不是说 谁都拍了 是吧 他肯定要找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 比如说找一些 这种美女啊 对不对 那时候就会去挂 一些链接哈 就是增加一波 这个流量 这种属于是街拍类型的 然后我们来看 所以说呢 你在内容定位好之后 咱们就要进行引流了 那么怎么引流呢 我们想要引流啊 其实内容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优质的内容 你才能够有更多的流量 了解平台的特点 搞懂咱们的算法机制 你这个账号 咱们的一些曝光量呀 包括你的一个互动量呢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所以咱们用户刷到的内容 它是基于算法属性 加上实时热度 以及用户关系的综合推荐 来去给你流量的 那根据我们的点赞率 评论率 转发率 去判断视频是否受欢迎 如果说好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二次传播啊 然后一次一次的去进行推荐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引流 那说到这里 咱们到底该如何去打造热门的视频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啊 目前来说呢 对于服装类啊 现在能够上热门的一些类型视频呢 是这种穿搭分享类的 因为它是以这些实用的装扮技巧 留住粉丝 然后穿插去带货的 就是粉丝的一个接受度是比较高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松本桑桑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渣染群由于我们又出了高个子的短款和吊带群的长款 加在一起这么多个不同版本 很多姐妹不知道怎么选 那今天来说说如何挑选 165以下的姐妹就选常规短款 高个子短款版本长了9公分 165以上的就选这个版本 长款更适合腿粗微胖的姐妹更支肉显瘦 吊带版本单穿就适合瘦妹妹 手臂粗的姐妹可以内叠白衬衫或者外叠件小罩衫 这个我感觉不太适合我 我感觉这个不是很适合我 这个太仙气了啊 叶老师不是仙气飘飘了 然后这种属于是松本桑桑的 然后你看还有这样的啊 对吧 然后呢包括还有下一种的拆箱测评类的 那拆箱测评类呢 就是像现场拆快递一样 通过现场拆箱分析产品的直观感受 增强视频的可看性和使用性了 那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像她这种类型的视频 今天觉得是一期幸福感爆棚的视频 叮叮叮叮 不是 嗨 他说那叫好是可爱的小男孩 我要切入这里 那我今天就有 迪真 一只可爱的小橘 上面还有一个小熊刺绣 黑色 不再来 这有点大了 可能要到了冬天的时候 它才可以出 这个里面因为有三件 这种黑色的小T穿上就会很酷 都是一个平铺的小熊花味 这个也有点大 这好像像一个防晒服 感觉也有点大 怎么买得吃 也不知道谁买 接下来这些就好了 原来啊这家 相当精致 期待她穿上后的样子 小绿格 像夏天的感觉 配上她的毛是奶金色 非常大调 哇哦 这个碎花长裙 是当时我看了买家秀买的 如驼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小背心 会穿着更加的贴身 凉快一点 这为什么像一个搓草器 确实很像 确实很像 谢谢 这个我爱了 这少女性简直要炸裂呀 还有黄色的小摆车裙 一个翻点狗衣 一个可爱的小毛衣 这是一件睡衣 太可爱了吧 那今晚就躺了 换换换换 小海军工 这种面料拨着就特别冰丝 米奇的冬天大外套 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小logo 高端大气上等 这应该是衣服里的最后一件 我还为这个小衣服搭了一个小卡 这是我们狗子的全部小衣服 时间不多了 还有一些小卡子 假期拆怎么样 我们 正式比较烂 我们也属于说美妆类的拆箱了 然后我们的拆箱呢 就所谓就是拆快递嘛 是不是 然后呢 去分享这个一些相关的产品的一些知识 好 那么下一个呢 是什么 下一个我们来说一下 素人改造类的 这种呢 就是通过改造前后对比 形成巨大的反差 然后激发我们用户的一个冲动购买 就是也 其实它这跟对比类的有点相似 你看 小衣服 你在等人吗 刚开头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呢 很 很一般的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样 一点一点的变成男神的 你们干什么的 我们是一个改造类的节目 全爱你参加 就是我在等我妹放学 这是今天爆改的素人 让我们来听听Vila老师的什么想法吧 我给她搭配了松垮衬衫来承托镜域感 大量金属饰品体量造型 最后金丝边眼镜和手串细致碰撞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巧鬼的小公主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挑战 要不要玩一下 规则是随机找一位路人完成双合照 随便找个女生吗 我看到了你有个美女 走吧 我有想去换口发球 大意思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录一个节目 可能需要你帮忙挑战一下可以吗 就是人靠衣装吗 马可安 你稍微的 世界上真的没有长得丑的 就是看你会不会打扮自己 会不会掩盖自己的缺点 突出自己的优点 可以吗 这个是参考 说不定你就能够遇到一场美丽邂逅 今天好冷啊 今天好冷啊 吞上香奈 我的心就可一样热 邂逅香水 这不就来了吗 这不就遇到了吗 对不对 好了 恭喜你们两个完成本次的挑战 假的的话等一下要打到你肩膀上面哦 我来 还给我 挺快的 已经加了 刚刚已经加了 确认过眼神 确认过眼神 小姐姐 你看卖柴蛋小姐姐 你看长这样把她改造之后啊 什么样的 你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什么节目啊 报改树人几乎还没听多做 就来了 拍抖音可以邀请她参加我们的节目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这是今天报改的素人 让我们连ABY老师有什么想法吧 浅色杂体外搭蓝格纹西装逆挺肩布 搭配同色系开萨皮裙 秋生版型衬托窈窕窕身织 鹅黄鞋包撞色点缀 浮夸的精湿提升整体时尚度 接下来就到化妆老师月之接手 长期睡眠不足 老化的角质层会变厚 导致皮肤辣黄还一暴动 我们敷这个威蓝锡抗糖面膜 帮助改善一下 因为它里面有明星 附了吸积泰成粉 可以帮助抗氧化去黄 特别适合熬夜肌 粉底均匀肤色 给小姐姐画一个立体的鼻子 蓝色亮转贴在眼尾 发挥眼线作用 变身摩登女郎 哇这是一个人吗 你能接受男生化妆吗 这个很绝啊 然后呢你再看一个比如说像这个的 我跟她借钱就是为了买礼物 给她跟她表白啊 你借了多少 一千 我计划的是可以分十年还她 然后一年可以还一百 一个月就是还八块四 一天就还两毛七 天天发红包 然后上午发一毛三 下午发一毛四 怎么样 一三一四 这是你自己想的 对啊 我算出来的 没听错 用这个它可以帮你生成清洁毛孔 洗完也不会把干 它这个泡泡很细很细 成为有少年感的奶帅裤盖 最重要是要有好的皮肤状态 现在流行极简护肤 对男生来说只需要三步 就可以打着妈生好皮 生成清洁之后 用这个饱水瓶可以缓解 换季皮肤的干燥泛红 最后再使用复合管 解决暗沉缺水等皮肤问题 这种轻盈的乳酸质地 很好吸收 也会更轻薄不油 你平时会护肤吗 就差这种东西 没有 这是资生堂集团新会出的 LiderKick四颗的护肤槽牌三件套 成为白净婷同款少年感 帅哥密码就在这里了 我看你们盒子都还在这 你们现在打广告吗 不过这个味道确实很好玩 我很喜欢 这确实变化蛮大的 给你尝试穿这个花棉袄 这是废子吧 不是废子 不是废子 不是衣服 这不是恶搞吧 这个还不是比较的典型 我们来看一个特别夸张的 这个怎么感觉跟我的衣服一样 为什么要装卸装 我们有化妆老师可以帮你画一个更适合你 可以来试一下 你的意思我都装很丑吗 不适合我吗 没有 好像是不能的风格 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视频 希望这皮肤还有一点好 可以 你自己搞的 没有啊 电力需要打 你这涂的是什么 蛮晒啊 不要涂防晒 但是我脸会很油 你有看到过一个公交车司机的 准油脸对比图吗 一边脸一直被太阳晒 特别的鲜老 我给你找图片 你看啊就是他呀 真的夸张吗 有个纪录片 你回去看一下 看完之后你就会一年四季都做防晒了 而且我这个防晒不油 你可以先在手上试水 用你的防晒霜是水油不配的 用之前一定要摇鱼 就会很清爽 有点卤液的感觉 也不油 你看 这个层膜很快 后面上妆也不会戳泥 要这么多吗 防晒霜要涂得够多才有效 脖子也要涂上 才50多块钱 夏天涂全身都不心疼 你这是抽烟吗 对吧 这个的话呢 爆改虽然计划有很多的博主哈 他其实都在做这种形式的 而且他是按照七次按集啊 来给你进行分类的 所以说的话就是比较的明确啊 然后呢也是便于我们去查找的 然后还有呢 下一个我们来说一下 像这种创业记录类的 他呢就是通过一些个人情感的一个表达呀 然后呢去记录 比如说店主的一些创业经历 通过这种视频当中的自我暴露 然后坦露新生去激发用户的情感共鸣 拉近我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啊 这就是创业记录类的了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个冠军的 如果你正好刷到这个视频 请你耐心的看完我的自我介绍 我叫陈文 曾经的全国冠军 现在的创业制 出生平凡 却天生不甘平凡 12年职业田径运动员的经历 获得全会冠军 参加过伦敦奥运会 北京世界赛 放弃机会安置 毅然决然跟小伙伴们一起创业 加入少儿体育教育这个领域 第一次创业满怀冲进 投资60万 做了这家梦想的少儿体能馆 准备去年年初开业 却赶上了疫情 打乱了我们的节奏 带来半年以上的停止 商场全面封闭 每月房租与员工工资要发 现金流也变得极度不稳定 几乎亲近所有的创业 面临崩溃的边缘 但运动员的经历告诉我 只要我没有停止呼吸 就要继续跑下去 我要用抖音 记录创业逆袭的过程 面对困境 我们有千万种应对方式 而我们选择不服输 不等待 不放弃 我们开始学习体能课程直播 学习短视频编辑 我们还尝试了网络直播带货 创业这条路还很长 但一切终将过去 突破困局 黎明终将到来 这些都是我们以后 一笑而过的贪资 体育人从不服输 当然它这种比较全面的 还有这种比较简单的类型 就是回拍 随拍视频 然后包括呢 看一下还有这样的 刚刚我们所说到的 日常类 日常类的哈 以及什么呢 以及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 这些比如说像 嗯 创业的呀 对不对 这样这种的话呢 其实是你适合做一些 用情感啊 去达成共鸣的 这种形式 咱们才可以去做 2020年即将流行的裤子 这样穿是真的手 但是你还是要去知道 我们想要去做 去做的这个账号的内容的出发点是什么 咱们订阅点什么 也不能说 我想做这个 哎我就搞这个 刷着刷着就找不到了 你看如果你是做 你像我之前做的就这种的 就垂直电商啊 服装类的 然后我就只拍这种 我也不去搞什么剧情啊 嗯 这种小小电影啊 这种的哈 我就是垂直电商 就是去围绕我的产品 去做变装 然后呢 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分享啊 就是这种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完这个之后 咱们就要去选品了是吧 选品怎么选呢 我们的遵循一个规则 选择有根据 什么季节 咱们卖什么衣服 关注热点热词 及时的去调整我们店铺的爆款啊 及时的去调整咱们店铺的一个爆款 然后你才能够怎么样呢 才能够去大量的这个输出啊 去报单啊什么的 不然的话你前期哈 你选了一些东西 结果发现了大猪它是不能够接受的 哎那你这时候呢 怎么办 是吧咱们就是 一下子就给这个前功尽弃了 那不管呢咱们选择要根据我们产品 还得有后劲 就是你的产品呢 你的选品的时候不能以自己说 我想要这个我喜欢这个 我就去带 一定要以受众群体为主 保证受众群体相对广泛 明确客户的一个需求 包括像颜色尺码风格呀等等 都要确定好 你像有的一些这个服装类的账号 他就是确定的 我们家的风格就是极简风 我们家的风格呢 就是这种潮牌啊 我们家风格就是什么什么样的 那说完这个咱们的价格 你还得有优势啊 综合品牌定位 我们去制定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一个性价比 制定较高的一个性价比 这样的一个产品会更加的有吸引力 那最后就是我们确定好了 我们的内容定位了啊 我们的一个选品 包括呢我们的一个展现形式 那咱们就要知道我们服装类 直播的一个流程是什么了 正常来讲的话呢 一个服装类型的直播啊 人员的话呢 前期的话 我们可能就只需要主播和助理 而后的内容呢 就是你热场啊 等到粉丝进场 唠嗑十分钟 或者说呢 简单的去热场啊 聊天啊 去聊一聊什么其他的八卦什么的啊 就是主要是先去稳住粉丝 然后你再去引导他们关注 再去展示商品 去介绍他的材料啊 款式啦 公益啊 这些啊 以及我们呢上链接开卖 上链接开卖 助理呢穿衣展示 催促他下单 重复这个流程 我们不断去过款 那我们不断去过款 就OK了 那一般咱们每天直播呢 四个小时一天播两场 过二十到三十个单品 就差不多了啊 就差不多了 不用说太多啊 但是你也不能太少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服装类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 咱们的美妆类账号 该怎么做哈 那同样的 我们按照一样的框架 我们先来说一下 美妆类的内容定位 都有什么 来说一下第一种 美妆测评类的 也是现在来说 美妆领域当中 比较常见的 视频展现形式 它就是通过我的 围绕一个产品啊 我去戳 用户的痛点 亲自试用产品 说出它的功效和细节 以达到最后 种草成功 以及提交订单的目的 那比如说我们通过 简单的视频 来了解一下 什么样的视频展现形式 是美妆测评呢 比如说这个人啊 科技终于来了 如果你还没有买到 好用并且合适的 美白精华 一定要看这一期啊 我做了好多功课 没有任何广资 看这功课做的 好累啊 按照它们的功效 我分成了两大类 第一类是 是淡斑淡痘印 第二类是均匀肤色和体量 所以你们自己最好一做 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好吗 第一支修丽可的发光瓶 这个我真的安利过N多回了 它淡色斑跟痘印的效果 确实是肉眼可见 淡黄色的水油质地 我看了大家的评论 就甘皮非常喜欢它的肤感 它是属于多维度的淡斑产品 里面有曲酸 纯明酸 烟纤胺跟黄酸 从我们的肌肤不同层次 来解决黑色素的问题 每次3-5滴就可以 不要太多 不然会很黏 开工以后尽快用完 不要超过两个月 你们两个不要打架了好吗 你上去 你也上去 不论打架 不要防止声音 好 乖乖的 算了 你们很吓死吧 它们不会是真心的 带你们去玩去 快快快 建议大家晚上使用 第二支就是倩碧的302雷射瓶 我这次618真的疼了好多 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肤感 而且早晚都可以用 就比较适合懒人 它是白色乳液之地 流动性比较强 推开以后很好吸收 也没有那个粘腻感 最大的特点就是 美白链条非常的完整 从抑制黑色素生成 到转移到剥落 每一个环节都照顾到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不知道该买什么 就可以选它 不调皮 早晚都可用 但是最好还是看一下 我之前给你们拍的 美白成分的那个讲解 你就会买到适合你自己的产品 第三个是优色灵的美光蛋 它是很火的双管精华的升级版 很专业力气科学的美白精华 它里面有个蛋单成分 叫做泰安易多 是用了10年研发出来的一个专利成分 可以从根源一直配色素的生成 这个效果是比很多 要用美白成分都要强的 优色灵是德国的一个品牌 就是非常的理工直男的品牌 从你搞研发搞专利 一点都会关注我们美少女的肤感 我们可是要化妆的 乳霜的质地 容易搓泥 用量跟涂抹手法非常重要 建议大家顺着一个方向涂 或者是在手中搓了 按压在脸上 不要来回反速搓 会搓出泥 但是效果确实是在线 而且味道很好闻香香的 这个一点都不值得哦 里面没有含感光成分 所以大家早上都可以用 但是早上要化妆了还是不要用的 对还有一点 它很不容易反黑 所以快去升级一下肤感吧 拜托了 倒出一下我们 拜托了 价格也该挺合理的 来接下来我最贵的 一个美白精华了 赫莲娜 它的功效就是美白淡斑加抗老 赫莲娜本身就是做抗老抗衰 非常棒的一个品牌 除了在黑色素的转移 其他阶段都有照顾到 是不是这种贵妇品牌 都不太喜欢加燕仙安 好像是的 开成质地就开始体现出很贵妇 你看 推开以后会有一些微闪 里面是加了一些云母的成分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用 就是看起来很漂亮 它的脸和脖子都有色差了 肤感非常好 特别润 不含酒精 也没有致敏性防腐剂 所以敏感机是可以入的 它里面的抗老成分 是欧莲娜集团的菠色印 如果你要美白淡斑 又要抗老 然后预算够的话 是完全可以入它 更适合干皮 大油皮绕道 记住 这四个淡斑 淡痘因的效果 是很棒很棒的 好 我讲第二趴了 提亮和均匀肤色部分 这三只 肤色安全的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三只 我一个一个讲 到底上来还是下去 你们在这很影响我的视线 我总想看镜头里面看你们 科贝利的极光瓶 又赢价又好用 它是属于维稳型的美白精华 非常适合皮肤比较敏感 完了还想提亮的 我买的就是老板的 新版它是那种可以挤的胶管 来看一下质地 它是这种半透明的蛋清质地 吸收的很快 推开特别像水 很戳我的一点是 它吸收完以后会变成哑光的 不会搓泥 并且早晚都可以用 香不香香不香 油皮也可以用 而且很适合夏天 讲下成分吧 它里面加了颜辛胺 还有四杠丁肌尖本二分 这是做了多少功课啊 四杠丁肌尖本二分 这个成分是POLA美白精华的主要成分 所以仔细想想是不是 还挺划算 还有二类酱母清脆 它是可以修复我们 受损的皮肤屏障 就很适合敏感肌 这个是欧若延的淡斑美白精华 它是法国的一药中品牌 是由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共同创立的 他们家的产品 特别适合皮肤有炎症 屏障受损 或者是大敏感肌 很温和 带抗炎类型的美白产品 肤感特别的好 很舒服 你看推开就像精华水一样 之前美白小颗糖跟大家讲过 炎症会刺激黑色素的分泌 如果你不管它 完了也不注意防晒 就很容易造成色素沉着 我是很有体会的 因为我每次过敏 脸上会长一层小水泡 好了以后会有一层淡黄色的 就也不像痘印也不像斑点的东西 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但是提亮效果不明显 因为它主要是针对黑色素生成那一环节 所以健康皮不要选它 会很寂寞 最后一个是 天都要黑了 Metitor光速屏 它的提亮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里面有个非常扛大的成分 添加了1%的乙鸡煎饼2分 美照播出不好当了 我的舌头终于离植了 它的作用原理其实跟377很相似 但是更轻薄更容易吸收 看如热的质地 推开 马上就化 也像精华水一样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们做个标签 就是适合上妆前使用 成分党肯定知道清昆的作用非常王炸 很高效 但是副作用太大了 有实验数就表明 0.5%的乙鸡煎饼2分 连续使用8周 就可以达到2%清昆相当的作用 所以这瓶香的点就在于 低刺激性高美白效果 早晚都可以用也不挑皮 还有一点必须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的肌肤代谢周期是28天 美白精华一般都是4周 或者是8周见效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周期范围 因为这些精华 我确实做了很多功课 给大家精心挑选 所以不管你们选择哪一款 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使用 绝对不可能用几天 就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好了理性消费 对号入座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 你们可以截图去看 非常的简洁明亮 好累 记得跑啊我 我去哪里吃饭 好了儿 起床 妈妈工作完了 对吧 这种的话是美妆测评的 然后还有她这种形式的 都是抖音上面比较常见的 那你看小红车说 正常做这个化妆的话呢 脖子哈 如果说你本人你这不是特别白 那你脸涂的特别白 那肯定会给你本身的颜色有些差别 除非说你很白 那就不会明显 该做妆的脱妆 该斑驳的斑驳 但其实也不怪大家 化妆还是要靠练的 我知道很多姐妹 早上匆匆忙忙的 随便一弄就出门了 谁还顾得上什么三明治定妆 烘焙定妆啊 所以对于这样的你们 选产品很重要 每个人的肤质和使用习惯不一样 化妆的效果也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选粉底一定得自己试 还要用自己平时比较熟悉的上妆手法 你们看 光是用美妆蛋和粉刷上的差别还是就有点大了 更不要说肤质和手法不同 我们现在来说定妆 既然学会厉害的定妆手法 要准备好蜜粉饼 带着出门补妆用 产品怎么选呢 如果用过很多散粉 大部分会觉得干的姐妹 那你就要找适合干皮的散粉 比如戴柯那种 如果一般的控油都觉得不太够 那就用花西子针对大油甜的K03蜜粉 就是新手姐妹或者是混合皮的姐妹 花西子家常规的蜜粉和蜜粉饼都可以试一试 它们家这两款都是比较讲究平衡性的 里面既有控油粉底 花瓣型粉底 又有保湿的绞砂腕透明质酸 细油不吸水 妆效上面你们看 也是那种既能把磨皮和隐形毛孔做的很好 又还是比较轻薄通透的妆效 能符合大多数姐妹的定妆需求 所以你看人家虽然是网红产品 活了那么多年还是卖的那么好 大肃活动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同货 你就知道这个产品也是很不错的 不能说每个人都喜欢吧 但还是比较符合大众 他们家这个蜜粉饼 今年4月精装奖的时候我也推荐过 也是入榜了 要是预算有限的姐妹买一个蜜粉饼就可以了 蜜粉饼本来就是固体蜜粉 所以定妆补妆都能用 好了希望今年夏天 手残的猪猪们也不会脱妆 这两个就是典型的美妆测评的 然后就是刚才说到了围绕产品呢 我去戳用户的痛点 亲自去适用 然后说出它的功效和细节 给粉丝们种草 那下一种呢 仿妆教学类的 也是美妆色情当中比较常见的 就是通过自己的化妆的一个过程 详细教程 加上自己的个人特色 也加上语言风格和外貌声音呢 去提升用户的一个观看兴趣 比如说这个人 仿了一个谁 BABY 安卓拉BABY BABY的仿妆教程 底妆我就快速的戴过 世界 先用这个眉笔 把我底边的这条线往下挪 它的眉峰是在外延角向上做垂直线 往外走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再连接一下这个眉峰 把空缺的部分给它填充上 然后再用这个水眉笔 去画一下它眉毛的那种毛流感 你单独看这个眉毛在我脸上 是挺突兀的 我们把它的眼妆摸过来 给搭配上就好了 今天我们的眼妆 就用这一盘 NYX的乌托邦眼影盘 也在我前两集的视频 大家都有看到过 然后就有好多人为这个眼影盘 今天我画它仿妆的那个眼妆 是有点偏向于它早期 有点小烟熏的那种感觉 先用这颗浅色打底 大面积的铺在我们的眼窝 下眼瞼 再用这个稍微有点点小黑的这个颜色 蘸去一点点不要太多 从眼尾向内晕染 由眼头向外晕染 再整体的过渡一下 把下眼瞼也给带一带 就是这个扁头刷 占取这个最深的颜色 这颗颜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当做眼线 它的上脸皮是比较宽的 我们要贴个上脸皮贴 来加宽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眼影画的眼线 真的具自然 不会像眼线那样 画出来的线条很硬 这个就是边缘都是一种虚化的状态 最后我们再用这颗浅香冰色 提亮在我们的眼中 然后再带一下卧存 这一盘有40个颜色 这真的是我试色最长的一盘 有哑光珠光亮片 这23个哑光 17个珠光亮片 一半是莫兰迪的配色 一半就是跳跃性比较大的配色 对任何眼影盘中的 紫色都是抗拒不了的 紫色和金色亮片的一个 壮色搭配 就很温柔很好看 这一盘的亮片真的做的绝美 特别是这颗绿色 然后就忍不住搭配了 这一盘的欧美色系的绿色 蝶涂在眼皮中间 超级酷 我给你贴了 让我不要赞 它鼻子跟眉毛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 就呈现于一个这种形状 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往下走的时候就比较细 这个地方呢 就往下走 我们俩共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鼻头比较圆 然后鼻比较小 在这个地方修裂 我们找一把沙子 给它晕染开 这个修容的颜色是偏灰调的 出来的话还是比较自然的 不会显脏 雅光的白色高光 提亮在我们鼻梁中间 我们苹果肌往鼻骨侧面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给它提亮一下 就是在正面看的话 我们这个位置 要比这边要稍微薄满很多 它对比完之后呢 我发现我这块面积有点过大 在这个位置提亮 这个位置提亮以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明暗的对比 它的那种起伏度起来以后 鼻根的立体度也会增加 鼻根提亮有点高光 鼻头 比起欧美人的话 它的这个地方呢 会比较突出 所以它的鼻梁起来 衔接度就比较好 在这个区域进行提亮 两个眉毛之间的这个三角区 基本上是消失在这个位置 跟我们眉峰持平 那么三角区衔接我们眉峰 这个位置我们打一点修容 就是我们猛的一看 这个区域不当融合的很好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其实仿妆的话呢 就跟白纸上画画一样 但是又跟白纸上画画有所不同 在白纸上可以随意塑造 能用过的话就不一样了 它也是有一些结构限制的 那用棉筷把这个位晕染一下 由于我的中挺偏短 所以上嘴唇尽量不晕染了 用棉签按去一点 要微张嘴巴 这里要来一点 这边也来一点 二呢我们不可能这么夸张 所以我们还要塑造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衔接 再晕染 压周化妆处 然后用遮瑕好这个地方修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拿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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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它投开 这是因为我长得不像啊 所以比较费事 下嘴唇的内侧再涂一笔 然后呢修容修一下这里 可以再叠加一点点唇蜜 修一下全顾 戴上我们的灵魂发片 还有发际线 苹果肌织会是打一点膨胀的腮红 增加这个相似度 然后整了一个杂手唇 我很丑吗 别问了 吵 我想变成一梦里那种 很绝的凋溪美人 可以吗 这不可能 今天通过化妆来营造 美女氛围感 我好看 江南스타 夜中的女人 咱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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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化妆前后 这个简直不是一个人 是吧 简直就不是一个人 那除了这种的话 它还有一些 这种剧情反转类的 通过前期的一个简单的小剧情 刚刚说了柚子瓷瓷酱 前期是素人 然后后面呢 通过一些小小的剧情的 搞笑变身 就营造这种前后的对比 差异化 去做的这样的一个 美妆类型的账号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合格下一个 但这个不得不说啊 长得漂亮 其实好办事啊 老板都看你都不一样了 所以的话呢 就很明显哈 做这种前后差异对比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 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吧 你包括你看像这种的 所以就比较简单的 前后对比 oh baby 请我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的 得应 营造前后对比 哎呦呦呦呦 这个怎么给出来了 所以我们呢 想要去引流 我们要去拍摄 优质的美妆视频 对不对 那优质的视频 不断的去 这个发布优质的视频 我们才能够去涨粉 所以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简单来看一个 这个小数据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呢 三个月的时间 一百万粉丝 涨到了一千万粉丝 你看到了吧 粉丝总数一千多万 九十天涨了九百多万 三十天涨一百多万 七天涨了四十九点九万 哎说明什么问题啊 哎他这个涨口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很迅猛 所以呢这人到底是谁呢 同学们 我们带这样的好奇心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到底是谁啊 哎就是美妆界的黑马 中国版的签送衣 黄三金 他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姑娘哈 那他呢就是在抖音 快手 微博 小红书 哎 全平台覆盖的账号 然后他都叫黄三金 对吧 他就是一个 嗯做的一个美 美妆类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那个达人啊 我们先通过一个 他的一条视频 来了解一下他 你长得这么瘦 这个是啊 分手吧 你破他 啊 丑八怪 这个人 我来念 怎么是你 别紧张 我只是来看看你的能力 做了这么久 也不过是帮别人打工啊 我还以为有什么能耐呢 你的学历也不过公司的标准啊 你懂得啥 赶紧面几句得了 部门经理是我舅妈 金总 待会一点半有个会议 还有留个支带了 金总 拿着你的简历去找你舅妈 跟她说她被开除了 你就是针对我 那又怎样 你给我等着 等等 爽 哎 他的发现他的结尾了吗 爽啊 他的每一个作品后边的话呢 全部都有这样的一个点缀啊 就很统一 等一下给大家看 你看都有什么 给力 别笑 真香 嚣张 贼爽 虽然说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结尾的调性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像这样的账号的话 是比较受到官方大大的一个热推的 是受到他们的一个喜欢的 所以你就干嘛呢 尽量的去保持统一垂直化的一些标签 就好了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你看黄三星他的这个后台啊 他的受众群体 年龄分布 84.82%都是女性 而15%是男性 所以反映什么问题呢 他这个账号呢 他可以变现 怎么变现呢 变现 你像你这种账号 如果说你心里都是男性 他那你变现可能很难 因为都是冲着一个人来的 但是大多数都是同性之间 所以说那你 我比如说我去 你看像他就很会 他现在就在去带各种各样的美妆食品 产品啊 美妆产品 然后链接当中呢 就会去挂上这个小黄车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一个 这是什么呀 一个粉底液 对吧 包括一个这个什么霜 唇膜 通过我剧情的演绎 然后呢 穿插入广告产品 去进行实现什么 视频带货 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 而且非常的亲切 整个的这些小姑娘啊 黄三金呢 表情也全都是戏 眼神也全都是戏 就是他整个的语气语调的话 是比较容易让人记忆深刻的 因为刚后面那个什么 爽啊 那又怎样 然后面的给力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爽啊 贼 贼酷啊 等等的像这样的一些点缀词 就是形成了统一的结尾 让他看起来的话呢 更加的 这个垂直标签打的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也让官方能够一下子看到你的 这个账号内容 那个风格是什么 所以的话 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三个月啊 可以涨粉 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博主 黄三金 我们感兴趣同学呢 后一起可以查看一下他哈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們的美食类账号了哈 咚咚咚咚了啊 咱们现在要进入到关键的时刻了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种啊 内容定位了 就是制作烹饪类的 通过你亲自去制作 然后加上讲解方法 在线教学 达成这样的一些视频形式 我们先来瞅一瞅 孙小出 下面也开始冒泡了 这就是八九十度水位 然后把大虾给它怼入 虾给它怼入以后 它水位会下降 但是火不能停啊 一时开大火给它煮 水再次开锅以后 这颜色不就全变了吗 再给它煮个四五六十秒钟 就可以往处捞了 这个虾我没有去下线 因为下面一曲的话 肉质它就不紧实了 煮好以后给它摆个造型 然后给它调个碗汁 姜末一定要多来点啊 然后用热油给它烫一下 再给它加入蒸鱼齿油 没有蒸鱼齿油的 加入生抽也行 或者动骨一匹线也中 要想生活过得去 那头上那必须漂点绿 这不就好了吗 虽然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但是你的胃 满满灯灯 等于 OK这是制作烹饪类的 对吧 好的 现在我们到了四点钟了 我们先中场休息十分钟 然后十分钟之后呢 我们马上回来 放一个伤感的音乐吧 伤手后第几个动静 今天是寻求 尹老师补补水啊 偶尔会想起你 你突如亲爱的坚讯 让我左手无弃 愣住站在原地 当所有人都听你开心 我却在傻傻清醒 原来早已有人为你 听作了假意 感谢你特别的邀请 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适合提醒自己 别逃避 那这些天一步一步 藏进 它尽心不值得成定 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 而我却是假逼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争争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生命 好久不见的你 有点属于 我受了身如此客气 何必要在她的面前 陪你 隐瞒我的世界 有过你 不接不却重生响起 你守候在原地 等待着她靠近 温柔的她 旦夕归听 专截荒缓带寂寂 你的无名之理 当所有人都听你开心 我却在傻傻清醒 原来我们之间 已没有任何关系 感谢你特别有情 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是个提醒自己 别逃避 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 这每一夜曾用在怀里 可惜这是你和她的婚礼 而我只是家庭 我放下所有回忆 来成全你的爱情 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命运 说好的永远 变成了曾经 我是这种心祝福你 请原谅我不体面 没出息 选择是被一些些 泪系 有时候相聚 怎么我演得 那么入戏 这种很入户的剧情 感谢你特别有情 观赏你要的爱情 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 离开你的自己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自个欢喜 毕竟种成全书的人是你 而我只是家庭 我丢尽所有回忆 来庆祝你的婚礼 却始终没有勇气 祝福你 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 把自己还给我自己 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 坚持你们爱情的 嘉宾 你看看大伙儿和赵 中你一个人没有笑 是我们装傻 还是你真的 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 我才懒得给你这药 反正你爱来这一套 为爱情这药 难道不是你一直依赖戒不掉的笔号 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 你应该觉得骄傲 很多人像失恋也没有目标 只是想睡个好觉 别炫耀 别说你还好 没什么不好 你就愿日子枯燥 没什么烦恼 恐怕就想到 什么生存一想到 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 烦恼会接着烦恼 新的刚来到 旧的就晃掉 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 生活情调 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 还能为某人燃烧 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牵挠 不是想要就能要 别炫耀 别说你还好 没什么不好 你就愿日子枯燥 没什么烦恼 恐怕就想到 什么生存一想到 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 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那旧的就晃掉 渺小的控诉只是 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有适时 作曲 李宗盛 看着两张照片 记忆的碎片 惨 烂都显得淡的屋檐 像是被谁呼吸 却又不能发泄 咖啡汽水 比喝酒都还麻醉 就算彻夜不眠 我也甘愿 爱 是一场豪大的冒险 没难说出事对你和 夏天的抱歉 那些 与你有关的画面 和时间 也想要我的出现 好的 我们现在回来 看着两张照片 记忆的碎片 惨 来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字关掉 不能忘记了 好的 那刚才呢 我们看了这个制作烹饪类的 是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看他的孙小厨 每个作品他都是 通过自己的一个烹饪过程啊 然后呢 加上自己的一个简单的小教程 是不是 然后在线教学啊 每天一个生活家常菜啊 就会给一些 有需求的一些用户 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 那么再下一个呢 就是探店分享类的了 探店分享类就是通过 我的美食打卡 我到店 哈喽宝们 今天呢 跟我一起来打卡 北京鼓楼的 这个什么圣贤堂啊 是吧 里面的这个北京烤鸭 怎么样啊 对吧 我们一起跟随镜头 来瞅一瞅吧 是不是啊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镜头呢 包括呢 通过一些美常品尝啊 然后呢 进去试吃 把自己的一些 真实体验给说出来 所以我们来简单的 看一下这个探店呢 大家全都是来拍照的 就这种自拍都是可以的 天井狗狸抱的 真有那么难吃吗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 天井人都不吃的狗不理包子 到底怎么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毛豆 一个不是在吃 就是在吃的路上的女子 都说啊 国庆诈期来天津旅游 不吃狗不理包子 你就等于没来 为什么呢 因为啊 18斤麻花 狗不理包子 还耳朵点炸糕 他们仨并称为 天津美食三绝呢 而且啊 狗不理包子 因为它独特的韵味 还有它的外观 就称为三绝之首 响一四海 但是 我朋友都说 狗不理包子 倍儿难吃 而且呢 天津人都不吃 所以啊 我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就想看一看 狗不理包子 跟我平时吃到的包子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现在在山东路 我们现在去狗不理的总店 去看一下 就是这儿了 得晕 确实不好吃 是吗 所以的话呢 像它这种 就是比较典型的 然后 我看哈 像这种 饭店的 有很多 你像我正常 我在同城啊 我总能看见 什么北京探店呢 北京这边做探店 美食的哈 这个很多 可能是因为这边 好吃的多啊 但是其实我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还得试试 什么地方啊 还是什么成都啊 重庆啊 那边都好吃 你看像这种的 好好吃哦 糖一样 它开始了 造你 牛肉的汁水 多少感觉在嘴里 现炸出来的一样 别看他这个汁是很厚重的 像其实一样 很清爽 你看这种特殊条 它也得是大鹏食堂 把汉堡吃成了个披萨 没有 大鹏食堂如果变成这样的话 那简直了 我们个个都大胖子了 像个手头 就都是蘸腹 这个肉费老么劲 才把它给切开了 但是它不像这个南角 有点像鸡胸肉的感觉 减肥的口感 增肥的本质 意外的凡减脂肿面包 极好吃 它是拿黄油煎过的 甜丝丝的 酥酥的 黑松露蘑菇 就是奶油蘑菇它的底料 说着说着底料就来了 这个反而像土豆泥 奶油蘑菇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味道更好 不如拿这个冲一杯糖 即食杯跳 也要吃好 耶 看着稀里哗啦 拿着费劲吧 这种餐店呢 还不是特别的典型 你怎么吃啊 这一桌又得小四百吧 我团够的 这一桌才一百兆头 而且啊 五道口炮 中两家店都可以通用 刚我看了一眼菜单 光是一块猪蕾牌 都一百六呢 现在啊 这么一大桌才一百五十八 这个超餐里面 有一份 锅螺芝士蕾牌 和熔炎蕾牌 可以二选一 还有一大会的后裔鸡 一份金鸡鸡手 我点个赞 还有超菜单 和柠檬萝卜各一份 这两份韩国饮料 也都是包含的 这可都是郑重的韩式料理 咱俩吃这么一大桌 你已经算下来才七十多 多值啊 你挺好吃啊 这一桌又得小四百吧 然后呢 包括还有像这种韩式 这个海蓝饭量看得也太夸张了吧 今天终于体验到 什么叫日要吃到爽的感觉 现在凌晨是今天晚上的 把两个妹突然跟我说 不想吃我做的饭 还要出去下馆子 既然是妹妹的要求 我这个单哥的怎么能拒绝 正好来吃一家 我种草了很久的日料餐厅 可以再整一个她家的招牌菜 火爆海胆 再点一份 鞠蟹饱和寿西瓜 我点菜终于上齐了 看这一大桌子 是不是贼啊有食欲 尤其是这个海胆饭 它刚端上来 这个料我都被吓到 这之前再来妹妹分一点 他把刺身酱油往上一浇 就可以开整了 哎呦我去 这一勺子 直接实现海胆自由 有没有 哇 这个海胆入口 居然一点也不行 反而特别鲜 一定要跟米饭或匀 这一勺别提多好吃了 这么一个肉食来好者 光看这个寿西瓜 那肥牛 我已经控制不住 脸上的笑容了 这玩意一定要裹满 灵魂圣鸡蛋 甜香甜香的 太满足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烤鰻鱼饭 真的我还没拌它 里面的米饭 就已经吸满汤汁了 说实话 就这样的盖饭 我天天吃都不会腻好吧 你绝对猜不到 这个尖角是什么馅儿的 它居然用海胆做的 还能吃生的宝宝 可以试试这个口味 这个居蟹饱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放凉了 下面的蟹肉很好吃 那上面的奶油 好有氛围感 看看我俩的战斗力 从我半碗饭打包 往其他基本上全吃完 妹妹 你去买包吧 打完买了吃饭 我看 我什么都没吃 听什么 我的心好痛啊 到最后还说我姐的账 天天到我吃你吃饭 你啥时候请我吃一顿啊 什么 我心肯不好 听不见 啊 他吃不吃饭 哇 这个海胆饭量 看着也太夸张 对吧像这种那种的 什么叫 你要吃到爽 看电类的 还有很多种 这个也是一个表情 只是瀑布 饭 大姨一定要去 摊摊天花板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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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的时候啊 摊电的话一般在 视频的开头 要有一个引导 人均60到几十 能吃到吐 刚才我说的那些话 都 天天水特别 好 他们不能喝点 韩国饮料吗 韩国小饮料 如回事 无花肉拌酸 乌骨辣鸡爪 OK 这个就是我 我赶快点的鲁灰去 18块钱一瓶 我看样子 我以为是那种大瓶子 够咱们两个喝的呢 就我一上来 这是饮料刺客吧 我那天 那太可怕了 我尝尝 好这个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里啊 所以它这种就属于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探店分享类的 然后下一个呢 是日常分享类的了 日常分享类就是通过记录生活 我去给你什么 一镜到底直拍 去进行试吃 给你去推荐一些相应的一些商品 比如说这个 这是煤气瓶变远了 我先吃一个奶油煮的面 露半天的煤露上 讲解试烈耶 我yals десят 儿 识 这 这 咖啥 这样 甚 给你们 哎 agi 太好吃了 它这个小红车吃的有食欲吗 它光听这种声音就声控啊 会有产生一点感觉 食欲一下上来了 这个没什么 它把这个麦夹在肉上了 这个倒是没啥的 但是你要是看这种的 它可是会比那个更加的刺激 看他不下饭 那个我们脸有点火 这个是小胡同学给我煮的年火鸡面 这个是用空气茶锅炸的厂 空气茶锅和厂锅小店都卖啊 今天吃火鸡面 还想着两个大口肠 今天炒的这个色 卖鸡面鸡面链 行不行 哎呦我牙子这么黄呢 这个啊 然后包括像这种的 它才是醉醉的 就是酸爽的 先开始给你 你饿了吗 我看你好好吃 我今天请邻居一会儿来做这款 火鸡面饺子 你今天可以做吗 可以啊 我不相信 看我做的 看我做的 你的是爸爸妈 我们需要忘记火鸡面饺子 来点炸鸡吃是吧 灵魂小尿 哇 这个甜酱有味的 好吃是好吃 就是多太腻了 和你一样有腻 要不要试下这个 这是锐又清爽的气泡鸡尾酒 这款草莓福特加味的 是我的最爱 真是草莓果汁添加 果味新鲜 超级清爽好喝 哇 这气泡真的超毒 哇 这太清爽了 超解腻 继续吃我的后宫三宝 你的后宫在哪呢 师傅不是货 师傅我懂货 这家这个表情包 其实我真的可能吃辣 不过这也太辣了吧 快把这个军传给我一下 气泡感真是太强了 吃这个感觉就一点点微醺了 真的 热气上比平常 也要更带劲一些 千万不能辣味食物 吃的太嗨了 吃的太嗨了 所以这种属于是日常吃窝泪的 然后呢 我们在基于这样的一些视频之上的话 你看像这个快手的美食主播 他是第一个做美食主播的 而且也是作用粉丝最多的 右边的这个 他吃到银耳最爱吃的螺蛳粉 就是想让我们的视频效果更好 我们内容为王 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麦 录制效果会更好一些 更加这个 给人的感觉 无论是从听觉还是视觉 听到这种 踢了吐吐的声音 就有一点点的 不行了 我饿了 我饿了 如果看着银铛肯定下饭 那你直接就饱了 对吧 好了 所以说呢 最后一个哈 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的 对于美食类的直播 咱们呢 该怎么去做哈 那正常 美食类的直播 我们人员的话呢 其实刚开始有一个主播就可以了 包括 因为你属于是做播嘛 对不对 你在这去试吃产品 然后呢 咱们在咱们的桌面上呢 去提前摆放好 我们要直播的商品 先热场 等粉丝进场 聊天十分钟 其实这跟前面都差不多 发现了吗 都跟前面差不多 聊天进场 咱们十分钟 然后呢 十分钟之后 一位主播开始吃东西 另一位主播呢 就开始去介绍口感和味道 去简单的去表述一下 接着上链接开卖了 三二一上链接 五到七分钟 去抢购咱们的优惠商品 去进行促单 然后我们美食类的话呢 就不用去过很多单品了 一般咱们每天直播 吃播三个小时 一天播两次 过十到十五个单品就OK了 因为美食嘛 你要不但去试吃 所以这个不可能说播一天 你就吃 你吃十二个小时 那这个对身体来说不是很好啊 所以的话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呢 咱们就十五个产品 咱们就够了 用不着那么多啊 用不着那么多 不然的话咱们也吃不消 对吧 所以整体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去负担的 所以你相比较于美食类的账号 它的销售额可能就会 没有这些 其他的赛道的要多啊 因为它客单价嘛 那美食类的客单价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的话呢 在你去选择赛道的时候啊 选择你变现的这个时候 一定要去想好了啊 我们到底究竟是适合哪个 你想要最终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想要涨粉啊 还是想要去这个赚取一定的这个名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美食类的啊 账号咱们整体的前期的视频呀 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播啊 咱们的一些相关的流程 那么所以说呢 以上呢 同学们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 那咱们现在呢 简单来回顾一下哈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结合了 我们的三大不同类目的账号呢 给大家进行讲解 从我们的内容定位上面 然后从我们的一些引流 从拍摄视频上面 以及我们最后的直播流程上面 给大家进行了梳理 分别是服装类和美妆类 以及美食类的三大主流赛道 其他的赛道都是换汤不换药的 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以及你前期的一个人设风格哈 他的一个打造 给大家进行了一一的讲解 所以今天这节课到这里 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 同学们 然后咱们就可以下课啦 又结束了 又结束了 好的同学们 那么如果说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退出直播间了 我们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好吧 我一来就结束了 你来太晚了 赞神同学 咱们的课程是两点五十开始的啊 来太晚了 你这是马上课程收尔了 下次早点来哈 好的同学们 那拜拜啦 我们周一再见 拜拜 小风车拜拜 赞神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